这啥概念你知道吧 就是我从这儿到这儿 大概有三四十厘米来 丝丝拌了 你看 这家家搏冰一下 你就知道吧 他也在地上摆着 你就选他 这么神龙嘛 对 今天咱这肉炒肉 这炒定了 我跟你说 我就不看这边 我就只看这 进门就能看到 这一地一桌一墙的食材 真的是想吃啥 你就直接点 还看什么菜单啊 据老板说 这家的食材 都是从信仰直接发过来的 腊肉呢 那也是他们自己量的 这一面墙 少说也得有个几千块啊 来这儿的话 这几样菜是长点 还是说今天刚换了三项新菜 经长点 因为啥吧 他家菜我已经吃了一遍了 我刚刚我老板 老板给我说 他说他家那有100道菜 你哥哥哥一 我甜甜了 我一甜甜三道菜 我还成不完吗 你最喜欢吃的 让我一会儿去吃 一个这个鹅骨 还有一个鹅杂 这是个鱼杂 特别是不错 好吃 他心中有三个菜 你心中有几个菜 我有九个兄弟吧 没错 我都喜欢吃 你是本主 就赖了 我们都没媳妇 鱼杂这里边有豆腐 鱼泡 还有那个鱼籽 每一个食材 口感都是不一样 那这个 最起码它不腥 它这个盐味不是很重 能接受 它不是很咸 辣度也可以 不是很辣 不少时刻都对这个鱼杂炖豆腐 情有独钟 满满的一大盘 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哎不对啊 我总觉得少点啥呀 信阳菜 信阳菜 有一样怎么没人说呀 你一说 信阳菜那故事文化 大家都知道 煎而不腻 吃着没有非常柴 非常嫩 提起信阳菜 汉鹅块少不了 但是我们今天被老师客 给安利了一种新鲜吃法 这叫蒜苗 这菜的菜单是没有的 只是我们觉得 下进去的话觉得挺好 就是把蒜苗 下进去的话 觉得像火锅一样感觉 蒜蒜苗 对 对对对 就是放进去之后 不要炖太久 就是冷凉点 就是浓了 不太好吃了 就是稍微涮一下之后 然后又那种鲜辣味 还有那种鹅块 融入的味道 其实很好 真是一条从未设想过的道路 这也能涮 这都是硬菜 价格不会低吧 不是那个鹅块多少钱 49 49 那喝了这煞猪啊 我现在就喝你要知道 喝了煞猪啊 汉鹅块49 他说了 消费还可以 还可以正常 不高 因为这个鱼杂 它两群不大 我两个人的话 就满馆就两个钱 吃不完 鱼杂炖豆腐 一盘69 汉鹅块一份99 价格来说真的不算贵 吃西洋菜吃的确实不多 但是呢 每一次吃西洋菜 对我来说印象都比较深 它的味道 但郑州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 因为它其实它的咸味和它的辣味 不是特别的猛 它的酱味倒是比较浓郁 每一块啊 不管是像这种鱼泡也好啊 还是它的这个鱼籽也好 它入味都入了比较深 怎么觉得 口感来说 我本来会以为带点脆 其实没有什么脆 就是任何筋的感觉 这杀概念你这吧 就是我从这儿到这儿 这和这个 这大概有三四十厘米了 是不是 撕撕拌了 你看 这是大家搁冰一下 你就知道 对 这个量还是可以 鱼杂炖的是已经没有任何腥味了 吃起来口感筋道 豆腐呢 则是外皮酱香味 里面还有豆香味 确实挺过瘾 就是加热不太给力 一定要让老板给蓄上火 不然凉了以后就不好吃了 这个天气啊 这个菜 它不管味咋说 至少从锅器上 从温度上已经胜利了 它就一直炖着 这个鲜无劲 就一直在这儿放着 肉小味 真的还是比较明显的 就一口就能尝出来 很软 很烂 关锅油啊 咱也不用那么苛刻 我只是偷窃这样吃 这就跟我第一次在吃涮锅的时候 见人家在里面涮紫菜一样 我高手 没见过 加鲜味 嗯 还挺好吃的 这 挺好吃 还挺好吃 我第一次想吃 我没吃过 又有里边的腊肉味 还有里边的蒜味 对 汤味进了多了一点 您还真别说哈 这鹅块 涮蒜苗 还真的是挺有味的 油香加上蒜香和清香 真的是挺有意思 下次碰到自己喜欢的食材 也可以这么试一试 鹅罐来说 吃的很嫩 肉比较多 作为招牌菜 确实挺到位 吃的 吃的 咸肉 吃的 你来自然 吃的